《遍賊力》 大家好, 歡迎收聽《古惑仔》 今天會和大家講講龍珠中的撒旦先生的故事 如果喜歡聽這些東西,歡迎訂閱 又或者轉記給有需要或者喜歡聽這些人的人 那我們就開始了 今天要講的是一個龍珠中一個很特別的角色 撒旦先生 他特別在是一個普通人 雖然說是普通人 但其實他都是在龍珠世界地球中的格鬥冠軍 即是全世界的格鬥比賽中 他就是最好打的 但當然,對比龍珠中那麼多外星人 好好打的人 其實他只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但因為他是世界格鬥冠軍 所有地球人都很喜歡他 和覺得他很厲害 而因為這樣 地球人是誤會了以為撒旦先生 是拯救過地球幾次 龍珠中有一個橋段我是很喜歡的 話說當魔人布歐來侵略地球的時候 悟空不夠打到最後 所以悟空就用他的絕招 元氣彈 舉高雙手 希望全世界的人分一些力量給他 希望可以集成一個光波去打敗魔人布歐 但當悟空作出呼籲的時候 有些地球人遞高雙手 分一些力量給他 覺得 為什麼會這麼累的 好辛苦 然後就說 這個一定是魔鬼的引誘 不要中計 千萬不要舉手 那悟空就很生氣 有沒有搞錯 你們這些地球人 幹什麼不舉手 受不了 那些人就說 為什麼要罵人 這個是什麼人 一定是壞人 那就懷疑悟空 這個時候 撒旦先生就出聲了 他就大叫 就說 你們給我聽著 我是撒旦先生 我要你們幫我手 接著 地球人就開始轉態 撒旦先生就說 我們幫你們打 魔人布歐 快點舉手 然後 全地球的人就開始舉手 令到力量可以集合 給悟空 儲了一個光波 就打贏了魔人布歐 這件事 我覺得 看的時候是蠻特別的 因為撒旦先生 他本身是一個很差 很耐弱 很貪心怕死的人 但是他永遠在地球人面前 就會扮到自己很厲害 很厲害 我覺得他的市場 做得不錯 通常 如果看其他電影 當主角的功勞 被人搶了 被人騙了 那些 通常我們會很擔心 但是看這個橋段 撒旦先生這樣騙地球人 拯救了地球 我又覺得很賞心悅目 可能因為 這段故事是很講到一件事 就是無論你的能力是怎樣 最重要你是找到自己的位置 好好地發揮 都會幫到這件事 同時 這個故事都令我想回自己 可能在職場上高 你都會遇過一些 無料假裝四條的人 都會覺得他很黑人身 但是撒旦先生提醒我 他無料 但是你以為他無料 其實他Marketing做得好 有些人他把口袋過油 但他其實是無料的 但是如果他把口袋過油 都是一個強項 那他要去推銷 他要賣物 你就找他 即是如果你配對 那個工種 是可以給到這一種人的話 其實這件事都是合理的 可能用這個胸襟去看的時候 又會覺得好些 如果你有繼續看龍珠的話 你會發現撒旦先生 在後期利用他的名氣 將他賺到的錢 是進貢了很多 給整班的戰士 我覺得這些也是挺有趣的 如果你想繼續了解撒旦先生 可以看龍珠超 後期你會發現 撒旦先生 是不是變成超級殺人 這也是挺有趣的故事 今天講到這裡 尾聲 如果你想聽多些不同的故事 可以訂閱我們這個 講故事的古惑仔頻道 又或者 給個留言 給個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超級殺人 現在是吃飽品 我會購剪的 我會購物 有好多的